親愛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很開心我們今天可以一起在這邊敬拜神 我相信這一瓶菁姐我們應該大家都有聽過 大家都有聽過 那在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祝福的根源 祝福的根源 我們在今天的經文裡面我們看到 要把樹栽種在溪水旁 我相信我們應該都有種樹的經驗 就算沒有我們也有看過我們的隔壁鄰居 或者是我們在上小學的時候 我們也要出去戶外打掃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工作就是掃樹葉跟幫忙澆水 我們都有種樹的經驗 但是我們知道真正樹生長的是神 是上帝的作為 真正讓那個樹葉長到長到那是神的作為 今天在我們的信仰上我們也一樣要追求成長 可是我們也知道真正讓我們信仰上成長的是神的作為 在還沒有進入主題之前 王跟他分享一個故事 你們知道在愛迪森的心裡面 什麼是最偉大的發明 有一個人在愛迪森年老的時候去訪問他 跟他說 大師啊 你認為 在你的發明裡面 你覺得什麼讓你最嚼勞 什麼讓你覺得 喔出去就可以跟大家醜皮一下 你覺得什麼讓你覺得最嚼勞 愛迪森就搖搖頭 欸他怎麼會搖搖頭 他覺得他的發明裡面沒有一樣是偉大的 這位記者就跟他說可是你發明了電燈 你發明的發電機 而且你發明的留聲機 這些都是這麼棒的一個科技產品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都沒有一樣是偉大的 他說 他跟這位記者說 先生 你有想過一個問題嗎 我所發明的這一切都比不過一棵樹 他說 在人這麼偉大的發明當中 沒有一個人可以在一個泥土堆裡面 讓一棵樹生長 讓一棵樹生長 沒有一個人可以在那麼這麼受污染 而且是一個髒髒的泥土堆裡面 讓一棵樹生長 而且呢 這棵樹 會氧氣交換 而且他還會接骨子 重點是 當他長大 到這麼大的時候 他連一個聲音都沒有發出來 他連一個聲音都沒有發出來 他可以做那麼多事情 這是我覺得最偉大的事情 這是我覺得最偉大的事情 在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 我們還要來看另外一段經文 在葉利理書 我們一起來念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念 葉利理書17章7到8節 我們一起來 以靠耶和華 以耶和華為可靠的 那人有福了 他必像樹 他必像樹開雨水旁 在河邊扎根 炎樂來到 並不懲怕 並不懲怕 葉子能必清脆 在乾旱之年 毫無掛慮 而且結果不止 好 我們再來念一段經文 詩篇以篇二到三節 我們一起來念 為喜愛耶和華的御法 為喜愛耶和華的御法 奏夜思想 這人變為永福 他要像一棵樹 栽在溪水旁 按時間有果汁 葉子也不孤單 凡他所做的 盡都順利 如果我們把這兩段經文 合併起來看 你可以馬上找到 祝福的根源在哪邊 就是 你要喜愛耶和華的御法 你要喜愛神的話語 你要喜愛神的話語 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不喜歡神的話語 我們很容易就會動搖 我們很容易就會動搖 你有動搖的經驗嗎 別人跟你說走啦走啦 你就好啦好啦 如果我們堅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別人叫你去睡覺 別人叫你去幹嘛 你都會說 不要我就是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相信我們都有堅持的時候 我們也有都被拉走的時候 你可以很輕易的去想到 當你堅持在神的律法的時候 你是一個蒙受神祝福的人 你是一個蒙受神祝福的人 在第一節經節 他就提到 有三個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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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三個不 不從 不站不坐 不從 不站不坐 我們要第一個來講 不從 在經文裡面的不從是什麼意思 就是策略的意思 今天我可以計畫你的未來 我可以告訴你說 啊 你等一下結束之後呢 你要去打網咖 你等一下結束之後呢 不要再讀聖經了 趕快去外面 你等一下結束之後呢 你今天早上也不要來教會 多睡一點吧 我給你的計畫 我給你的計畫 這叫做不從 我們知道在二人裡面 他的心思裡面是沒有神 他也不喜歡聽神的話語 他也不喜歡聽神的話語 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專家 他們喜歡的是什麼 聽自己的話 聽自己的話 他可以給你很多意見 他可以給你很多意見 可是這都是他自己的意見 他不能告訴你最後面的後果一定是怎麼樣 他可以給你很多專業的見解 可是呢 當你一進被他拉進去的時候 你在他的世界裡面轉到淤頭 轉到痛溫 你都走不出來 甚至你也得不到結果 甚至你也得不到結果 我們知道 我們很多基督徒也喜歡 尋求專家的意見 我們也喜歡尋求專家的意見 甚至於多過於神話語的提醒 甚至多過於神話語的提醒 因為我們心裡著急 我們就想要趕快看到結果 所以我們就會趕快四處去問問問問問 而且我們是個剛強好勝的人 我們不能忍受自己受一點委屈 我們不能忍受自己吃一點虧 所以我們會做一件事情 我們有可能會去趕快試練 一直去忙 然後我們也可能會 去找算命的 因為我們想要趕快知道結果 可是我們知道 當我們做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回歸到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心裡有平安嗎 你的心裡有平安嗎 在這邊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是 在我的先生是他們那邊的家人還沒有信主 特別是他的阿嬤對於福音還是比較不能接受 但是他的大姐是天主教徒 所以他們家對於耶穌基督的福音大致還能夠接受 也能夠就是能夠聽 那他的阿嬤是一個民間宗教信仰比較堅持的人 那我記得我們要結婚的時候 我們知道如果是 就是其他宗教的人要結婚 他們都喜歡去挑日子 對不對 他們都喜歡去挑日子 那我跟我先生的結婚日期是5月7號 其實我們那時候結婚的時間有點趕 因為我們那時候才發現 欸5月7號是一個禮拜六的時間 那為什麼我們會堅持在那個時間 是因為 我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我們有去辦亞太 那我先生的後面的號碼是5 我是7 那時候我先生就跟我說 啊那我們來取諧音好了 以後你就是我的妻子 所以呢 我們在選號碼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欸那選個音就是 欸以後你就是我的妻子 那我也覺得不錯 在談戀愛的時候 就覺得那一切非常的甜蜜 那當我們看到5月7號是禮拜六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欸剛好 你還記得你談戀愛的時候 跟我說過什麼嗎 你希望我以後就是你的妻子 那一組號碼是我先生送給我的 那到現在我們也都還在用 那我們就決定 5月7號我們要結婚 那回去當然就是跟爸爸媽媽講 那爸爸媽媽聽完也都沒有意見 就說好那就5月7號 那之後呢 阿嬤會做什麼事情 他當然就會說 啊我們孫 5月7號我們要結婚 所以呢他會做什麼事情 欸去問別人看看5月7號 是不是對我 是不是好日子 好問完的結果是什麼 好問完的結果是什麼 你們覺得是好是壞 好問完的結果就是 啊慘了遇到阻攔 你知道那個算命能跟他說什麼嗎 啊你們孫喔 那這天結婚喔 我跟你說一定不會生 哇慘了 對阿嬤而言他會想說 我只有一個孫而已 又是我先生是長孫 那怎麼辦 啊別啦別啦 你別這天啦 可是我跟我先生說 在神的日子裡面 沒有一樣是不好 沒有一樣是不好 所以在阿嬤 雖然他說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當我們一直迫切的禱告 我還記得我跟我先生禁止禱告 然後阿嬤就說 好沒關係 我就跟阿嬤說 阿嬤我跟你說 兄弟的祝福一定很大 所以我一定會跟你生一個真可愛的事 啊感謝主我現在真的有一個孩子 所以我要告訴你們的是 我們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會想要去尋求一些幫助 可是我知道 就算阿嬤處於應好好好 但是他的心裡還是會有一個點 他會說 啊我怎麼會不會生 那時候我還記得 我的孩子出生的時候 阿嬤跟我說 哎呦 你的最年怎麼比算命生 這才有好 所以我覺得 你當你堅持在神的律法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祝福是很大的 他的阿嬤現在也能接受 耶穌基督的福音 感謝神 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當中 有時候我們真的會很急很急很急 但是你要相信 神帶你的路 是一條蒙神祝福的路 真言四章二十三節 他說 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當你的心定精在神的時候 你前面會遇到什麼結果 你一定什麼都不怕 你一定什麼都不怕 我的先生聽到他的阿嬤這樣說 他都沒有說什麼 他就說沒關係 我們就是照這樣做 因為他知道我們的婚姻是蒙受神的祝福 其實我們在談戀愛的期間 也因為信仰的部分發生過很多真實 那感謝神 在後面他也決定信靠這個信仰 他也願意接受神 那我相信神在改變一個人的過程中 雖然很辛苦 但是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當你用你的心是被神充滿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去影響一個人 你就很容易去影響另外一個人 好再來第二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佔罪人的道路 不佔罪人的道路 我們知道站著 其實你都沒有動 可是為什麼 在經文裡面要提醒我們 不佔罪人的道路 是因為當你站在罪人的道路的時候 你就容易受到影響 當你站著的時候 你雖然都沒有動 你說我只有看而已啊 你的心裡也會受到影響 我們有聽過羅德跟亞伯拉罕的故事嗎 當亞伯拉罕被神受很多的祝福的時候 他的牛羊肌全部的動物都很多的時候 多到容不下 他跟他的姿姿說 他跟他的姿姿說 來我們現在要分了 你選一邊我選一邊 因為我們蒙獸神的祝福太多了 這塊地容不下我們 好 來 他選了哪裡 他選了索多瑪跟爾摩拉 這是一個罪人的地方 羅德心裡想什麼 哼 我的心呢 絕對不會偏向於任何一邊 我的心永遠都是 像神 可是 當羅德站在罪人的道路上面的時候 他會不會受影響 他有可能堅持幾件 但是 他的妻子 跟他的女兒會不會受影響 他怎麼有把握 所以我們知道他的妻子最後 因為回頭 他不聽神的話 回頭看 他就變成了一根眼珠 而且之後他的女兒 也跟他的父親亂倆生死 我們知道 當我們站在罪人的道路的時候 我們會做出 雖然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堅持幾件 但是有時候 我們也會慢慢的受影響 我們也會慢慢的受影響 我們有時候太有自信了 跟羅德一樣 我們覺得我們一定能夠 要hold得出全部的狀況 可是有時候 當我們站在那邊的時候 你反而會受影響 你反而會受影響 中文有一句話說 敬諸者赤 敬莫者黑 其實 他都一直在提醒我們 我們人是有弱點 我們很容易 當你站在裡面的時候 你就慢慢的被同化 你就慢慢的被同化 很多時候你的改變 是你看不出來的 神也知道我們的軟弱 所以他跟你說 你不要有自信的去站在那邊 你寧願連站都不站 就是不要靠近 不要靠近 再來 不要做謝曼人的座位 不要做謝曼人的座位 聖經裡面怎麼說謝曼人 他說 心交氣養的人名叫謝曼 他行事狂妄 都出於驕傲 謝曼的人 商禍通誠 在真言裡面這樣說 我們知道謝曼的人他是 崇拜魔鬼 當耶穌壽探的時候 魔鬼跟他說什麼 跟他說 所有的名 所有的利 我都給你 你有什麼我都給你 謝曼的人 他跟魔鬼也是同一黨 所以魔鬼會給他什麼 給他錢財 給他什麼東西 你看他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他怎麼可以這樣 我可以跟他在一起嗎 我可以跟他一樣嗎 但是你沒有看到 他後面的後果是什麼 在審判的時候 他會什麼 惡人必站立不住 惡人必站立不住 當你堅持在神的律法的時候 你是被神所知道的 你是被神所知道的 最後的可怕就是這樣 我們會一步一步的陷進去 所以一定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三個論 不從不站不坐 不從不站不坐 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有一天有一隻小老鷹 有一天有一隻小老鷹 他看到有一個阿伯在賣烤香腸 他就覺得 阿好香喔 有香腸 所以第一天的時候 他並沒有太大的舉動 他就飛過去繞一下看一下 嗚一下 噴一下 噴一下 他就又繞回去 第二天 他有更靜靈步一點 他就飛過去 停在那個探子的前面 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哇那個賣香腸的 那個阿伯就發現 為什麼有一隻老鷹在那邊 也發現他的敵意 好像要來偷他的香腸 這個阿伯就直接跟他說 好好好 來你拔一根 拔一根羽毛給我 我給你一根香腸 好 他們就成交了 每天呢 他都靠一根羽毛 來領一根香腸 我們知道 羽毛總有用完的一天 用完的那一天呢 當他拔了最後一根羽毛 給那個賣香腸的阿伯的時候 阿伯就直接用一個網子 抓住他 告訴他說 你知道我的香腸 除了用豬肉做的 還有用什麼呢 還有用老鷹肉 所以呢 他最後 就變成一根香腸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知道罪惡就是這樣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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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你會發現 阿 我怎麼在這裡面 有時候來不及了 但是感謝神 我們都在神的愛裡面 如果你發現來不及的那一天 你趕快回轉 趕快跟神悔改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就是要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在經文的第二節這樣說 唯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奏夜思想 這人便否已有福 在耶利米也這樣說 他必像樹栽在水旁 在河邊扎根 也能來到不去怕 葉子能必清垂 在乾旱之年 毫無掛慮 而且結果不止 當你回轉向神的時候 當你栽在溪水旁的時候 當你每天都渴慕神的話語的時候 你會按時接果子 而且是可以幫助人 你們知道為什麼 會一直提到扎根這個動作嗎 因為在當時代 他們的生活地區都是半沙漠 也就是說 他們的生活裡面 他們要找到一條河流 是很困難的 是很困難的 那他們在河邊都種什麼 都種葡萄 然後也種一些麥茶 一些麥子 那這些東西需要水的時候 他們就會趕快把它種在河邊 特別是 只要有一棵樹栽種在河邊 那一棵樹就會長得特別好 所以每當他們到河邊的時候 他們看到那棵樹的時候 他們就會特別的記憶非常深刻 所以在經文裡面常常會提到 你要扎根在溪水旁 就是因為當他們看到那棵樹的時候 然後他們非常印象深刻 他們非常印象深刻 有一個新聞的記者呢 他在採訪一個風災 那個風災造成非常嚴重的災害 所有的房子都倒塌了 只有一個房子沒有倒塌 那他看到河主正在整理的時候 你猜記者會問他 你怎麼蓋的 為什麼可以 全部的房子都倒了 然後你的房子就好好的在那邊 那個屋主就說 我的房子是照著摩羅里達州 他們的規定去蓋的 譬如說 他說我需要用二乘以六的衡量 他就用二乘以六的衡量 我需要怎麼蓋 我就會怎麼蓋 那他後面補句話 他說我們這邊呢 沒有一個人是照著這樣的計畫去蓋 所以我們知道 當我們按著神的話語 當我們聽著神的話語 當我們把神的話語 放在我們心中的時候 我們知道颱風隨時都會來 就如同我們這禮拜也是颱風天一樣 颱風隨時都會來 我們的生命裡面也會隨時遇到颱風 但是當我們的地基穩固的時候 我們就不怕颱風 就如同一棵樹 當它扎根月深的時候 他也不怕颱風 他也不怕颱風 在數年前呢 有一個在厄瓜多爾有一架飛機 它上面載滿了很多油 那它是要送去別的地方 當他們起飛一分鐘後 機長就打電話回去塔台說 我們一顆引擎是零了 可是我們hold得住狀況 我們繼續飛 三分鐘後他說 第二顆引擎是零了 我們繼續飛 在一分過後 他又說慘了 總共有四顆 四顆全部都適應了 所以我們要降落 後來他們降落在一個香蕉園上面 在那個香蕉園上面 他們三個人都沒有事情 可是他們下飛機之後 他們說了一件事情 他們去研究去探討 為什麼會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們說 欸 阿你不是有把油加滿 那B就說 阿你不是有把油加滿 阿C就問A說 阿不是你也有把油加滿 三個人都以為 對方把油加滿 可是事實上他們的油 完全都沒有加 所以他們就帶著空空的油 就這樣飛上去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我們的油是滿的 可是事實上 我們並沒有把油加滿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要時時刻刻的去 審查自己 有沒有喜愛神的話 有沒有喜愛神的話 有許多危機是我們以為 我們自己跟神有很多的連結 但是事實上 我們並沒有 我們並沒有 所以我們要時時刻刻去審查自己 有一句話說 一樣米 一樣米羊兩樣人 一樣米羊兩樣人 今天我們都吃白米飯 當你吃白米飯的時候 你有想過你是哪一種人嗎 你有想過你是哪一種人嗎 要記得神的話語說 因為耶和華知道一人的路 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有一個神學家這樣說 他說神渴望是福給我們 但是我們要願意接受他的福分 他渴望是福給我們 但是我們要願意接受他的福分 當你願意接受神 也願意接受這個祝福 今天經文告訴我們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 好首先呢 你的感情要投入 你要喜愛神的話語 再來 你的頭腦要思考 你要做業思想 再來你的生活要實踐 你要按時結果子 你要按時結果子 當你有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如同一棵樹 在種在溪水旁 你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 你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 我們今天要來唱一首鬼音 是深深愛你 我們知道當亞伯拉罕被呼召的時候 神跟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 我要祝福你 你也必要成為別人的祝福 你也必要成為別人的祝福 今天這首歌 深深愛你 我相信 在亞伯拉罕的生命裡面 他一定深深愛這主耶穌 他一定深深聽上帝的話 他一定把神的話語 放在他的心中 奏業思想 成為別人的幫助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詩歌 在我們的周報裡面也有十五一耶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借墨你一來的答案尋求你 有我全心全意 有我全地愛你 請把你讓你榮耀充滿全意 深深愛你耶穌 深深愛你耶穌 我愛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神深愛你耶穌 神深愛你耶穌 我愛你耶穌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像是否為別人 神深深深諷 神深深愛你耶穌 神深愛你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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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遇生命中一切 神神爱你耶稣 我爱你耶稣 神神爱你耶稣 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 神神爱你耶稣 神神爱你耶稣 我爱你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深深渴望神的生命 在你生命中活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成为一个蒙受神 祝福的人 因为你必须像一棵树在种在吸水它 而且你可以按时结果子 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都吃水果 当你吃到一棵水果很甜的时候 你会说什么 哇好甜喔 而且当你很饿的时候 当你觉得你的生命很需要舒服 给你滋养的时候 当你吃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身体很舒服 而且你会觉得很放松 你会觉得你的身体机能 完全靠着那一颗果实得到帮助 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帮助其他的人 我们也可以这样帮助其他的人 当我们不从不站不坐在 恶人的道路上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蒙受神助的 但当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别人会说 哇他真的帮助我很多 他真的帮助很多 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有受过别人的帮助 一句话也好 然后你陪他做一下也好 其实你们也可以成为这样帮助别人的人 你们也可以成为这样帮助别人的人 只要你愿意渴望更生同情情 只要你真正帮神的话语 成为你的心中的帮助 成为你生命中的帮助 你也可以这样按时间脖子 成为别人的帮助 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歌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见识 切副你淡淡寻求你 用我全心潜意 用我全力爱你 敬拜你让你荣耀 冲满全力 神圣爱你耶稣 神圣爱你耶稣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神圣爱你耶稣 神圣爱你耶稣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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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副你淡淡寻求你 用我全心潜意 用我全力爱你 敬拜你让你荣耀 冲满全力 神圣爱你耶稣 神圣爱你耶稣 我爱你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神圣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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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们要帮我做主 祝祂的灵 充满我们的生命 神圣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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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神圣爱你耶稣 神圣爱你耶稣 我爱你耶稣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栽种我们 你赐赐你给我们 就好像树所需要的阳光跟水分 是你所供应的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不要让我们的生命 最后像二人一样站立不住 而是让我们生命结出过子 为你的国度结果子 为人的需要结果子 并成为他人的帮助 让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主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恳求你 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会面临到许多的抉择跟难题 现今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 有人正面对着抉择 跟面对许多的困难需要解决 主说我们要恳求你 用你的圣灵 用你的恩膏高抹他们 让他们所做的一切 凡事都顺利 让他们所结的果子 真正能够荣耀 让他们远离这些计谋 远离这些试探 使他们能够倚靠上主 主啊我们要求你再次帮助他们 因为你说过 帮尊重你的 你也会尊重他们 我们要再次恳求神 你大大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让他们的生命得到神的祝福 再次献上我们的赞美与感谢 祷告到圣奉耶 说基督圣明 阿们